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在台宫刚起步的时候叫后面的人怎么走 比如说在你那个行进的途中 是看到什么地形就唱什么词 对那是的 上坡下坡都不一样的耗词 这么神奇吗 那比如说我们主持人来喊口令 到什么情况你们就能改词对吗 对对对 那么男为他的任务交给吴妍妮 来来来 各位劳动者们准备好 好了 首先我们要下坡了 哦 耶 鱼有威 路在坡有斗啊 金黄有打头啊 生子草后边啊 金黄大船船啊 你眼睛莫打窄啊 金黄港之花啊 哦 耶 鱼有威 上坡 上坡的路跟斗啊 哦 耶 进去的往上走啊 哦 耶 那要平路呢 拳头是平路哦 黄金黄黑 也抬着走大步哦 自己爬 头上指指挂哦 这是一盒手中啊 挂开的抹牌哦 刀才差 哎呀有水坑呢 饶个水当当啊 千万我旁章啊 你快不炒钱 走啊 摔着又摔收啊 嘿 走 前面突然发现一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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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的是您了 这是我呗 对对对对 六十多岁了 六十多岁了 不想不想不想 那我想问一问 平时都是干什么工作的 我们来自清水土家主乡 天下龙岗景区 我是龙岗景区移民船工驾驶员 您呢 我怎么说呢 退休了 这里面打短工的 在这打短工的 打短工的 今年呢也是我们这个云阳 移民搬迁的二十周年 对 所以说呢 今天把这个景区的 工作的这些朋友 找到这里来 来给我们呈现了 这种劳动耗子 真好 那作为唱来说 可能各位 你们并不是专业 但是也有一位 并不是专业的 是纯草根 但是今天 依然家喻户晓的 就是朱之文 来 老朱 朱大哥 你来学一学他们的耗子 好不好 还有别的耗子吗 有啊 还有打夯的 还有那个穿山耗子 都是我们杠头用的 夯耗子怎么打呢 什么叫打夯啊 介绍一下 就比如说原来老的时候 农村盖房啊 或者是干什么工程 要打地基 对吧 要用一个木制的 或者石制的工具 来把那个土啊 夯石 你学两句吧好不好 学两句 这怎么说呢 试住哪个奇力 哈位 试住哪个奇力 我听不到这个词 是怎么说的 试住奇力 往下掌 试住哪个奇力 哈位 试住奇力 那个什么呢 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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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试